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凭艺术 如何判断丑或美? 但人生有它 就必定有真善美了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 永远不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加拿大 他面对文化冲击 当时整个学校 没有一个人会说广东话 我所有朋友 就算是中国朋友 都只会说英文 货如时间 他要帮忙家里的生意 当时我们开着车 他就交报纸给店铺 他想做医生 但才做了病人 因为骨头里面有肿瘤 不要说进不进医科 你能不能走到 也不知道 过往的经历 令他更加升任 现在的工作 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 可以帮到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温哥华 位于卑斯省西南沿海地带 是加拿大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 衣山磅海 风景优美的温哥华 近几年人口增长迅速 据统计 包括列治文 本拿比 素里等 21个市镇所组成的大温哥华地区 人口已超过230万 在快速增长的人口中 华人移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国务坚Matthew 小时候和家人 一起由香港移民到加拿大 现在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急症医生 很多时候你开始救人或者治疗 你没有计划的 很多都是你要 其一方面 又是要做很快的决定 就是你看到一件事 你要做一个决定 然后你不可以说 可能这些可能那些 你要做一个决定 然后就开始要做 其实这个很特别的经验 其实都是几日前 我帮家姐去接她的机器 突然间有个人前面停车 我还开始可能要骂她 为什么突然间停车 原来有个女人在那里 在那里说救命啊救命啊 那我去到 那个人已经在地下 立即做CPR 立即帮到她 那些Paramedics 开始来 帮助急救 可不可以救回生 当然很多工作 都可以很practical 帮到人 但我想特别做急值医生 很多事情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 可以帮到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医生 Matthew的信念是救死扶危 但是急证室紧张的工作环境 长时间等待被照顾的病人 和辛苦忙碌的医护人员 以上每一个环节 都不停考验Matthew 面对压力的能力 在医生中 也是一个很tense很stress的情况 人时可能是有missunderstanding 在加拿大 每个人都会有相同的机会 如果你是病人 你会先看到 但我认为 你来自不同的文化 你去看医生医生 因为你帮助医生 可能病人可能是 unreasonable demand 可能他们会用粗口罵你 可能说你很坏 一路在骂你 病人问过多些病毒 就是他有些人 就是他有些人 在医院 喝醉之类 但是Matthew 我记得一遍 他一遍很乖 在那一遍 他说 我需要这个 然后这些医生 然后Matthew 就说不 我第一次看到Matthew 好像很乖 好像很兇 但不是真的 他知道 他知道 他是做正事 我开始觉得 生气 我知道 我需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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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 他非常接近 有些地方 他非常担心 有些地方 他只是十秒钟 可能很快 神让我靠我 祝我平靠 我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些情况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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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0年 或40年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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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他 在那时候 我不是很常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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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祈祷 神 帮我 會 帮助 患者 对药 开对刀 照对X-ray 但也会有一个优秀 帮助人 这有时 因为在困难的状况 也很难保持住 但我希望神每一次 开始一个Shift 我都会祈祷 神给我这个力量 会做这件事 Matthew 清清楚楚明白 神要他做一个医生 但不是做一般医生 赚大钱 而是做一个服务人群 荣神益人的医生 靠着他所相信的神 Matthew 有力量面对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 而他的信仰 其实是源自他的父母 Matthew 成长于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父母本来在香港的医院工作 但为了子女的将来 他们在1983年 移民到加拿大温尼泊 由于无法继续医疗的工作 他们就转行 开始做生意 我们整个家人都很努力 在桌子的下面 就在桌子下面睡觉 因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整个家庭 即是叫家庭业 就是每个人都帮助 特别是做事 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 譬如我在店铺 我们当时是批发那些报纸 去到全部的餐馆 Winnipeg的餐馆 或者购物店都是派 我负责什么呢 我就负责 我不懂駕车 我也是负责拿一些报纸 一搭一搭一搭 逐个逐个派 所以在Winnipeg China Town的朋友 商户都叫他们做 是部纸仔 东方部纸仔 当时我们的店铺叫东方 其实那个时候都很开心 因为那个家庭是做很多事 都很关键的 做生意就可以全家人 一起努力打拼 但是学校教育和家庭观念 动细放不同的文化 带来的冲击 就必须自己去面对 刚刚移民的时候 私学当时整个学校 没有一个人会说广东话 我全部的朋友 就算是Chinese friends 都只会说英文 其实很特别的感受 就知道你是自己 有点不同的 不是有点不同的 譬如我很喜欢踢球 但是来到加拿大 很少人玩棋球 怎样呢 就要转赛 每个人都打Hockey 我又出去打Hockey 或者吃东西 每个人都带Sandwich Spaghetti 我带饭 过了一段时间 都是跟爸爸妈妈说 我可不可以带Sandwich 不想带饭上学 这几个例子 都会让我记得 其实当时 很想合适 在英文社会上 因为从小到大 他读书 都不用别人 惊喜 做事 都不是一个 很担心的小朋友 我们很自然 就会觉得 这件事 你都应该 懂得去控制 但原来 后来他都会有很多 困难的 这个不是我想 只是软液在我们的家里 其他家里都会有 可能爸爸妈妈 是很 确定你不要忘记 你的中国人 不要忘记 你是中国人 不要忘记 讲中文 很多有这样的 困难 但另外一方面 你见到 上学 上班 去玩游戏 这些国家社会 是知道 我很想 是一部分 这些国家 因为我觉得 即使这是多余文化 但我们也知道 加拿大 是比较西式的 一个文化 这个关系 当时 特别在Winnipeg 比较少是华人 这个关系 我会感觉到 多些 在Winnipeg 读完小学中学 Matthew 被温哥华的 去卑斯大学取录 修读生物化学 离开了家 他反而更加 确定自己的信仰 我一直在Winnipeg 在香港 都有很多不同的 议助理 Sunday School Teacher 帮助我 有很多不同的 教育性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是大学那方面 大学来到这里 我自己一个人搬来 即是没有爹地妈妈了 那时 来到加拿大 我回不回教会 没有人知道 我是否真的信耶稣 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想那时候 是一个很 Defined moment 我要选择 然后我们继续 在神社会 所以我们继续 在神社会 一直在带领 在那时 因为我分离了 我的家庭 我会判断了 这是我自己的信仰 读大学的四年期间 Matthew对神的认识 越来越深 正当他考虑 报读医学院 同景将来的时候 一个意外 令他对信仰和生命 有更深的反思 我那晚跟Matthew 那晚是 我们在教堂 我们正在清洗 我记得Matthew 在教堂上 一位我们的朋友 来给他一个大招呼 当时 他踩在我们的背后 在那时 我们可以听到 去到医院的时候 可能断骨 或者扭了 按照X光的时候 我看到原来 我真的断了骨 怎么断骨呢 因为骨里面 是有个肿瘤 其实当时 我刚刚报医科 我刚刚就来毕业 Undergraduate study 这些 我觉得前面 可能很多未来的 想不到生死那方面 我想 年轻人很少会想这些东西 到那时 突然间有个癌症 会不会是癌症呢 会不会 That's it This is the end 就是很多这些想法 特别我记得 很记得 那时要开刀 就断得很厉害 就进了房 第一晚 我这么长的儿子 都没有住过医院 第一晚在那里睡 我的宫友 就有病毒 心脏停止了 突然间 Cold Blue Team 会来 帮他急救 还知道 是他救不了 那个时刻 他好像 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 每个人放下一些东西 来照顾他 他就不敢 展示这么多他里面的东西 给我们听 但我们是感觉到他担心的 我们只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支持他 我记得那时我妹妹 她刚刚生了第二个女孩 她也马上要断了脖子 然后在Toronto 飞过来Vancouver 一起看我弟弟的 她感觉到家人 每个人都放下一些东西 他觉得好像 累了家人 不做事来看他 我感觉到他是 这一个这样的心态 所以他很多东西都不说 那做完手术之后 那个 治疗程度 都差不多半年 怎样呢 就是他 因为那个骨已经碎了 他最初本来是想 用个Bone Graph 就是有人倒下骨 但是到后来他慢慢黏 他都黏得到 所以不用用Bone Graph 但是黏好 就个问题就是 很Fragile 你打石膏都没用的 所以他不可以 You can't walk for half a year 六个月不可以walk的 就算他是 之后 他都不敢肯定 因为那个Tumor 会有机会 会复发的 有机会 那一路都要Follow up 最初可能会两个月要治一次 或者半年 然后慢慢移一年 每年要治一次 所以这个process 都差不多五六年 才可以说 Clear了 这个不是Chancer了 我记得一刻 我们在桌上见一样 他在Cretches 我非常惊讶 我问他 他问他什么事 他说 我认识 我发现 the kneepu 中医院 属于 真的 所以我感觉 也觉得 现在当时 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 和生间之一 的 那是非常难 一个长于 我们知道 就是 一开始 先许一世 能不能做 任何时 还能做 但要算 是有什么 一个事 是 我选择 你不想 并 中年 如果 你知道 的 不只是为Matthew 但也为其他人 令我们想到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方向 我想这个经历 让我记得在这个 spiritual journey 里面 是很大的印象 第一就是我们人的生命 真的在神的手上 我们有很多事情 可能想控制这些 有时候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都控制不了 都是神的带领 神 是神的带领 让我们继续下去 当时 想到这些情况 我想都会 改变我的生活 生命里的观点是会改变我 当时在你的情况下 你不确定能不能再走 你的未来会显得很坏 当时他经历了医院的学生 但我感觉他很希望 他很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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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很欲望 他本来也很欲望 我们就在我们的形式 他很欲望 他很欲望 他就在这一刻 他很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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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当然没很好的时间 但是如果我可以病的 刚刚刚那时 读学完书 就来考试 我没有失识的,只是失识了考试 刚刚那时是Christmas break 有一个多月可以让我开刀, recover 我一月回去补考,我可以完成那个课程 那时我完成我的undergraduate degree 是用crutches 完成的 还有我全部医学院的interview 全部都是用crutches去interview 可能他们觉得我惨 所以除了我去医学院也不一定 English Bay又被称为第一沙滩 是温哥华市中心最受欢迎的学校 很多市民喜欢来到这里挖艇,跑步,踩单车 还可以在沙滩上晒太阳,享受游闲的时光 不过Matthew就没有那么多游闲的时间了 他在温哥华读完医学院之后 去到多伦多做住院实习医生 然后又回来温哥华担任急症医生 过去的经历令他明白到 人生里面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他去做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原理 神给我的生命是 可能是香港出生 来到Winnipeg 然后来到温哥华 去多伦多 再回来Vancouver 我想这个经历 I think God has given everyone a unique experience to serve the world that we live in within the church dan wala I think Jesus is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God is trying to do How to use me Here's one thing I noti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is that, I think in Toronto He was, there was a pastor that purposely seeked him out to meet with him on maybe a monthly basis and I think that experience really made an impact on him and he thought you know now that he's getting into the more mature stage of his life he also wants to transfer that, continue that process of mentorship so I feel that mentorship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important in his heart So he purposely, he intentionally calls up some of these young men Someone like Edward and even some of the young men in our church That are studying or working And he meets with them once a month for lunch Not always talk about everything significant But just get to know them Guide them in their careers Guide them in their relationships Just be a friend to them That's someone they can seek counsel from Matthew was one of my personal mentors He's made that big of an impact on me One key thing about him that I really appreciate Is very honest Giving me advice on how to do certain things Make decisions Whether it's a girlfriend Whether it's family Whether it's work Whether it's making decisions on life choices He loves to talk with people in their struggles And he's wi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to them Even though sometimes it's hard to hear when people are struggling He is willing to speak God's truth into their lies Whether or not they accept it or not He will continue to walk with them 人的困難都很一样 You know 可能是工作方面 婚姻方面 或者是家裡方面 或者是家裡方面 那些困難都很普遍 Broken relationship 或者是addiction 那很多很多方面 我想 不是太過特別的話 Oh can anyone Chinese 就有這些這些這些 problem 我想 這個可以說 為何我可以 reach到這幫人呢 因為我明白他們的想法 可能這個 problem 同一個 problem 他的想法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想去解決這個問題 有不同的想法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他自身上的經歷 他自身上的經歷 他曾經經歷過那些困難 他的信心幫助他 和他自己的困難 我真的相信 他也想把他交給他 那些後來的經歷 在成長的過程中 習慣東方的家庭教育 但又想融入西方的社會文化 曾經令Matthew 覺得自己夾在兩種文化中間 是一種壓力 但現在他認為 這些的壓力 已經轉化成為祝福 我想那個 thinking 的evolution 就是我初初可能覺得 一個Eastern culture Western culture 一個tension 但慢慢明白到 這個其實不是tension 而是tension 其實是一個gift 所以我可以明白到他們 可以明白到他們 可能在工作、上學 每一方面的experience 那如果可以明白到他們 那方面的話 我想那個gospel 在他們的生命裡 是會比較容易的 接受明白的 那可能明白到 神在他的生命裡 不管什麼 struggle都好 都可以幫到他們 我有一位朋友 他有一個朋友 是年輕的 我問他 我問他 那些問題 那些問題 我問他 很多年前 如果是女生 或是工作 或是任何事 我認為 因為他提供了我 我覺得 我必須要做的 同樣 那些年輕人 我可以提供 那些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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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陰光中高牆 贊助你極大口愛 風也在送 贊助你的生日 直到晚載 救死扶危 是急症醫生的職責 但無論在工作方面 還是在生活當中 Matthew覺得更重要的是 可以幫助安慰 憂傷困惑的心靈 帶領他們認識生命的主 如果你也想認識 帶領Matthew的這位神 歡迎致電恩與生命熱線 或者登入恩與之聲的網頁 和我們聯絡 我們很樂意 和你分享更多基督信仰 冤神賜福你 萬眾星受述你創作 嗯 雲彩內 是那非鳥 想說你因為 為你唱 為你歌唱 是野地的花 啊 窮錯 傳信你奧妙 祝天唱 從你的恩典 是你獨配者稱讚 唱萬世光 哇哇 神啊 我在你恩光衝高唱 讚從你極大厚愛 滴滴恩與 滋潤普世華人心靈 恩與之聲 以世界各地華人 經歷耶穌基督 帶來生命改變的真實故事 透過全球電視 和電台廣播網絡 還有電腦互聯網 廣傳福音 也以生命關顧電話熱線 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的事工很需要你經濟上的支持 就讓我們繼續為福音齊心努力